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维油房车型,我是老郭 我们这次来维多利亚和文革华岛来游玩以前 我在订维多利亚的营地的时候 从网上发现了一个营地 这个营地呢,它的名字叫Seaside RV Haven 翻成中文呢,就是海边的一个房车天堂 我感到很奇怪 一看它的review呢,觉得也还不错 就决定来这个营地住 然后来这儿看一看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为什么它敢叫做天堂 下面大家就跟着我的镜头 一起来简单的看一下这个营地的全貌 我们就这样子先走一遍 大家可以看到外围的这一圈营地呢 都是停的向外的 然后它就是对着海的 从这个地方直接往前看就能看到 维多利亚市的市中心 这也就是说外围的这一圈房车 房车呢都会有无敌的海景 而且外面这个房车好像质量都比较好 尤其是我看到最近 现在的有一辆车是一个非常豪华的一辆车 我一会过来再仔细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车 在这个营地里面住的呢 基本上是来要住大概四个月到半年来过冬天的加拿大的一些雪鸟 因为尤其是像今年去不了美国 有很多都来到了BC省 所以这个营地呢 在我订的时候呢 有没有很多的位置 也没有很长的时间允许 所以我就订了大概三天到四天的位置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还得继续走 这个营地其实很小 大概只有三十多个车位 但他好就好在他的地理位置是在市中心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这个地理位置图 从上面可以看到他离市中心呢 呃 走就能够走得到 也就是说他的范围呢 实际上属于市中心的 那么关于房车的呃 好坏 其实有我现在给大家看的这个车 我也是第一次在房车营地里面看到 它是一个真正的房车里面的豪华车 而是可以说是秒杀了那些呃 跑车类型之类的 这个车的 正常的价格 大概是在150万美金到250万美金 这样的位置 他的他的叫做Prevost 他这个品牌 换成人民币的大概就1000多万到2000到1500万人民币 呃 比劳斯莱斯啊什么之类的都贵多了 所以他是在他是最豪华的几款房车里面的其中的一款 非常有名的一款 如果大家有兴趣这个这样的房车想了解可以在网上多了解了 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们也 我也没法去就是离得很近或者上去拍 因为总比竟是要踪中别人的隐私啊 各方面的 下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营地的设施 呃 他的停车位呢 基本上都是用水泥做平的 所以这平的平整性没有问题 然后他的接口呢 比如说下水道的接口 也是标准的下水道接口 标准的上水接口 这个电源呢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也就是有50安培的 30安培的 还有20安培的 这样的标准的电源 你只要来你的这个房车插上这些就行了 然后旁边呢 他还会有一个这个电视 有线电视的接口 如果你想要看有线电视呢 你就可以接上 他的价格呢 就这样 最外围那一圈呢 大概在夏季 是129加币一晚上 呃 也就130多吧 加上税 130多加币一个晚上 就这样的 呃 价格反正是够贵的 因为各个房车呢 都房车营地呢 都有一些设施 比如说有一些公共活动的空间 呃 我们也就 因为疫情期间 他不让别人去了 然后我就问他要了单独的钥匙 我说我来看看这个 你参观一下你们的这个 叫做俱乐部也好 是叫什么 我们叫clubhouse 来进来看看是什么样的 他就给我钥匙 然后我就进来看一看 呃 这是他的内部的结构了 这种公共活动空间就是 共呢在这儿住的人一起来这儿看电视啊 打牌啊 聊天啊 还有读书啊 还有一些小的图书馆啊 什么等等的 呃 然后还有一些烧烤的地方 然后就是还可以看景 他这个呃 公共的活动的地方呢 非常有意思之后 他是带在高处 就是说你坐在上面呢 你可以有无敌的海景 而且看到对面 就是这个 维多雷亚的市中心 这个旁边的这个水上面呢 就会有维多雷亚市的呃 那种水上公共汽车经常会走 呃 然后也有一些水上飞机会飞起来降落 可以看到就是景色非常好 其实这个营地呢 很小 大概只有三十几个呃 这种车位 他离这个呃 市中心呢 非常的近 他竟然有一条非常好的通道 就算呃 用木头或者用水泥做的一个 叫做hiking的的道路 就是用人徒步的就可以能走到他的市中心 而且他这个呃 在他营地旁边呢 还有一些水上的叫做水上人家什么之类的 紧挨着他的营地 你可以去观光啊去看 然后我们就走过去看一看 这个水上人家到底是什么样子 你看这个是这些水上人家的这些呃 建筑呢 实际上他是水泥的 我看了一下是水泥打在这个海里面的 就是海边上了 呃 就类似于我们的apartment condo之类的 或者叫做就是普通的这种公寓房 他这个公寓房呢 就算下面你就可以直接停船 而且都是粮食的 三食的等等的呃 都有统一的管理 因为你进这个门啊什么之类的 都要有统一的这种呃 开关或者钥匙什么的 你看他还这个还有送信的 就算你是哪一套呃 每天那个邮递员来送信 你是哪一号的都要送在这个地方 这些团呃 这些房子呢 都盖的非常的漂亮 呃 大概我简单的查了一下 这个地方的这个房子是可以出售的 可以卖的 像这样的房子是粮食粮厅的 大概是在1300 square feet 也就是一百多平方米吧 的房子大概是在64万加币 的左右 64万也就是300多万 350万人民币吧 也不算太贵 因为这个房子是一年世纪都可以都可以住 而且是水泥 实际上水泥建起来的 只是在水上 你下面呢就有你的船位 你看这些水上人家里面还有一些服务的 有小麦布啊 有这个呃 理化的什么等等的 这个地方就是景色的 非常漂亮 因为我们今天就没有时间 不可能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步行道呢 全部走一遍 我们以后会介绍 通常这个房车营地呢 也封档次 比如说呃就像这个饭店似的 有三星的四星的五星的这样 但是房车营地呢 他不像这个真正的饭店一样 是有统一的评 评级机构 他好像没有 他就是自己来叫 自己愿意叫什么叫什么 当然在美国和加拿大叫什么呢 他也不会自己不会太离谱 呃 比如说我们通常出去 最简单最简单的房车营地呢 他就叫房车露营地 他就叫RV Capground 那么稍微好一点的呢 他会叫RV Park 也就是说房车公园 那么更好一点的呢 他就叫RV Resort 也就是这个我们叫RV度假冲形式的 那么竟然这一家 改叫成RV Haven 就是RV 房车的天堂 还是有他一定的道理的 他最主要是有无敌的景观 这个呢 就是在晚上 我们再来看看他的夜景是什么样 就是在夜景里面呢 你能看到整个维多利亚的这个城市里面 这个海湾的全景 而且灯光呃 非常的好看 非常的漂亮 而且也非常的安静 其实这个营地呢 也有他的不足 比如说好一点的房车营地呢 至少要配备两到三个游泳池 因为要有不同的水温啊 不同的大小 那么这个房车营地呢 因为比较小 基本上就没有游泳池 那人你要想游泳 你也不可能到海里直接去游泳了 这是他的不足 那么关于这个房车营地呢 的具体的情况 我们就介绍这么多 如大家觉得他够不够五星的等次呢 那么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